好 歡迎各位觀眾收看我們東州投資會 我們今天繼續有光澤橋和Kelvin 和你們分析大致的走勢和解答觀眾的問題 Kelvin 接下來就是聖誕節 我們看到港股每逢長假期都是很悶的 今天本身是好好的 今早上升超過200多點 但到了下午一點 升幅就越縮越窄 最後買單升得108點 成交都OK的 不是很多也不少到900億左右 因為你覺得接下來港股走勢會怎樣 到今年年底還是差不多了 那也沒辦法了 你現在勾到現在16,600了 大家也看到全年跌得很明顯 由19,600這個位置 跌到現在跌了3,000 那麼調整也有20% 記得在上一年再上一年調整也是全球 主要的股市也是全球 上年我先看看 2021年的時候 港股開市的時候也有24,000 到12月的時候就好像剩下19,000 那一年就跌了差不多4,000點 今年又再跌了3,000點 加上兩年就跌了7,000點 第二就是展望明年 大家都要留意 每一年的年初 我覺得都會有機會升一升 你看到2021年的時候 年初也是 升到去新年 大概是4月26日左右 今年也是 一月份的時候差不多是1萬9,000點左右 新年前也是1月27日 去到22,600 升了10%左右 全年已經有見頂了 那今年會不會呢 我也覺得有機會 現在沽得這麼厲害 今年已經沒有辦法了 到這些位置 你再去分析也不用分析了 其實當時全槍這麼髒 就有時間搞了 不如展望明年第一季 看看有沒有機會上一上去 有機會升上去 1萬8,000點 這些位置 我都覺得是有機會 不會說全年任何日子都是跌的 有些希望 就算你跌下去 你也要炒上去 你才會跌下去 你不會一支針這樣 整支針這樣衝進去 所以也有機會在第一季上去一些高位 但是全年高位 我暫時來說都不敢斷定 因為市場跌了兩年 調整了7,000點 恆生指數的市場率這麼低 暫時還未有資金進入 所以後市 綜合而言 我就不是說認真是看好的 都是回顫上去 如果說一些基本因素 我就不會這麼看好 因為始終是資金外流 這些位置近年都很少見 連跌兩年跌得這麼深 很明顯是資金流的問題 資金不足、資金外流、設資 什麼鬼都有 內地的經濟又不太好 在內需方面 其實已經看到內地的經濟 就真的不太好 所以港股也跟隨內地下跌 好像被美國被視為敵對國家 和北韓、俄羅斯等國家 看齊了 你想想 如果是一些 即是美資 基金也會把你的評級降低 把你的比重減輕 這些肯定會 所以相對來說 現在的股市暫時 港股仍然仍然是一個 非常好的投資級別 即使貴也好 即使貴也好 它真的升了 我也說了很久 NVIDIA又回到500元 TESLA又回到250元 TESLA又回到60多倍 TESLA又回到80多倍 還有資金 始終是資金問題 有資金有錢 那些人就繼續買 跌下去 很快又有另一批人 又衝進去了 所以你的市場 跟香港 就算你 好像阿里巴巴 跌下來 列口低開了 你又不上去 所以是兩件事 港股都是保持一個弱勢 希望下年 即是一月份 至二月份 有機會達到一些高位 大家趁機會去減少 Kelvin也說了 下年年初 可能有一點反彈 Kelvin如果投資者去部署 下年年初的反彈 你建議大家 部署什麼類型股份 都會好些 都是跌得殘 如果你說反彈的話 可能是阿里巴巴 或者是京東 其實看到阿里巴巴 又不是跌得很差 最近來說 有一點承接 其實最近來說 今天也曾經升升了3% 去到73元 這些位置 我覺得如果反彈的話 有機會去到列口邊 七十七元 大概靠近五十天然平均線 這個位置已經非常厲害了 一成都沒有 是啊 你只是這樣 還有什麼希望 去到五十天然平均線 都已經是跨了啦 所以這些落後的股份 有機會 就上一些高位 也不奇怪 但你見到尾條仍然死沉沉 昨天被人嚇一嚇 昨天被人嚇一嚇 說阿里巴巴買這個 餓鳥摩 搞到它 搞到它 最後跌了超過7% 今天升了一點 還回0.4% 都是差的 尾條仍然拿著 沒辦法 先拿著它 看看什麼時候可以搬到家鄉 暫時來講 都佈處定 我覺得 這隻股份 但如果你說現在入市的話 我覺得就不是一個美團 不是一個很好的時機 那今天的賭股呢 阿Fat又好像有點異道 是 看看賭股 是不是大家都在買 即是接下來新年 大家都知道 我們中國人 生意淡薄 就不如賭博了 那些人 會不會都去澳門賭錢呢 有沒有機會新年前又炒了賭股 其實你見到 例如今天 金沙升得不錯 今天金沙升了4.8% 升到 差不多保力交通的頂線 過了 這隻股份其實還行了一段時間 大概21 21多銀錢這些位置 還行了一段時間 今天就突破了這個位置 下一個 如果明天再升的話 就可以提高一線 有機會炒到聖誕節 就是之前這個位置 我覺得 還有十日八 即是幾天炒 我也覺得 看看會不會有機會 聖誕節 之後 今年來講 還有機會炒了 目標 看回23 8 這些位置 看看27 27 今天也有升 但是升得不太厲害 1.7% 但是呢 其實已經一早已經預先 這隻股份 反而 這隻股份 反而 如果突破了這條 50T2平均線 這隻股份 50T2平均線 這隻股份 有機會繼續向上 有機會突破一些高位 今次最重要的是市況配合 銀魚或金沙 我也挺喜歡的 另外9200 就是 永利 今天大羊粥 就打了上去 今天也升了不少 但是 你看回 其實永利 就不是很穩 相比其他賭股 它跌就跌得多 那 豪賭股 我也是覺得 炒季節性 炒到12月底 就應該炒得七七八八 看看可不可以再駁多一兩棍上去 那些豪賭股 暫時都還可以 看完豪賭股 可以留在一些手機設備股 是的 手機設備股 也是很強勢的 如果你問我 什麼版本是強勢 手機設備股 就是2018 明年 我覺得這隻股份 也是一個 焦點 老實說 因為內地來說 雖然在2023年的第三季 其實手機的出貨率都會下跌 不過跌幅 其實已經開始緩和了 再跌的空間 就未必會繼續很大 你看到其實 暫時來說 這隻股份都由差不多14元 升了上去24元 這隻股份 雖然升了10元 但是拉長一點 其實最高位是80元 下跌了9成 最高位 什麼都有 沽空報告也有 什麼都齊了 自己都不爭氣了 老實說 你永遠都不可以保持一個高無利 做這些 就是凸石仔 你做得出來 別人也做得 無利 在競爭之下 都會下跌 所以我覺得現在的跌幅已經反映了事實 反映了9號無利下降的情況 而且最近看到市下跌 其實是逆次上升 所以可以證明有些基金慢慢開始入貨 入回瑞星科技 所以明年我都會盯緊這隻 如果他回到20天的平均線 大概是22元左右 21元左右 21元左右 我都有興趣入貨 所以明年我覺得這個版塊 一定要盯緊它 手機設備股 講講完這隻 那隻1110 小米 小米 很強勢 是啊 你看到這隻小米 現在都是捱著16元 所以都說過市跌 過市淡 但是這些股不下跌 還有辦法 所以這些股 我覺得去到20天的平均線 是值得大家去買入的 可以留意著這些位置 看看是否突破之前的高位 16.8元 這個位置 走上去就沒有那個稅 因為始終它是恆生指數成分貨之一 都要跟一跟恆生指數走 大家一進去就死了 其實都可以看到 一去恆生指數 你可以考驗一下 2015又是 一進去就看不完膚 又是 跟著指數走 更慘 所以你讓我進去 有時真的可以拒絕它嗎 真的可以 所以我不想進去 你不要叫我進去 看看有沒有機會 所以進去就是 反而對它的股價有個 固面的影響 現在 都是差的了 其實新能源汽車股 暫時都先觀望著 我覺得 除了小米和瑞昇 有2382就是順宇 你怎麼看這隻順宇 其實它嘗試三次了 現在嘗試充75元 都不太行 現在又下回71元這些邊位 有什麼機會再拒絕一下順宇 其實 也有的 但是你預算到高位 都是一個比較大的阻力 75元這個位置 什麼位置進去呢 69-68這些位置 也是可以進去的 暫時它是區間式的波動 突破不了 但是也跌不到下去的低位 也是說一句 這個也是強勢的板塊 雖然它突破不了 至少要先頂住 你頂住已經很好了 如果它跟回大市走 我想連50元都守不住了 所以這個板塊 是有資金流入的 大家記住這個板塊 如果港股來說 好像你這樣說 下一季度 就是第二季度 第二季度 是有資金流入的 第二季度 明年的首年有機會再度突破 高位不出奇 是強勢股 可以留意著 看看它突破到75元這個位置 剛剛過去這一季 比較強勢 就是手機設備股 剛剛Kelvin也提到 電動車股 有幾隻 比亞迪和衛小李三隻 未來呢 早前呢 又有這個 阿布扎比的基金入股 升了一轉 其實三隻 加上比亞迪 不知道接下來 你怎麼看呢 是否不能再炒 還是還有機會再炒 其實呢 其實呢 阿布扎比 都洗濕了頭 沒辦法了 一定要加住 好像散戶一樣 你不要有人來賺錢 他都在虧錢 我覺得那時候呢 他那時候呢 都是百多元 即幾 市場就入了 對 對 對 最近來講就是 溝貨 但是呢 現在呢 剛剛去到裂口 之前裂口低了 76元 就去到71 69 這些位置 很大個裂口 看看是否突破了 未來呢 我在這麽多個新能源汽車 說真的呢 如果基本因素呢 我就不會認真是看好 因為始終呢 整個季呢 等於第三個季 都設定了三十多億 嗯 規想仍然是擴大 一年都是 一年計一計 已經設定了 八億了 到時候 又要伸手了 即是 再是這樣 你想想 現在新能源汽車的競爭多大 每個都要減價 那他買的車是不便宜的 他買三四十萬 那他每買一架 就好像虧了十幾二十萬 那他自己要 即是如果要付毛利 那買一架 那買的當然是爽 喂 你虧錢 你還要補貼給我 所以他買的車就爽 但是你 你投資真是慘 會和你一起虧的 你買一架 就虧一架 毛利又升不到上去 就像阿布雜比 阿布雜比 阿布雜比 都是江堂 你這麼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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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季市 三十多億 暫時來講 他看不到出路 你看到小鵬 那已經開始 虧窄了 那理想更加 已經賺錢了 那三小汽車 其實最弱勢就是他 零跑其實 你見到雖然他曾經下跌 二十八元 但是現在其實他都上高位 三十六元這些位置 還有他每個月的銷量都去到萬百架 都不少東西 可以和一些三小汽車看齊 甚至是超越的 現在的銷量已經接近小鵬汽車了 所以我相信 如果這麼多款來講 未來還敢搞 除了你說最近是吹阿布雜比 入股之外 其實他真的沒有什麼亮點 這些車款又不是特別 性價比不是特別高 減價戰對他影響更加大 因為他已經在虧30多元 再減價戰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我就覺得 未來就會提低一線 有個觀眾想問一下 剛剛我們說到零跑 就是963 因為觀眾說他有貨 那現在應該怎樣處理呢 要不要加注 如果低位三十多元 三十元 二十八這些位置 暫時都算是OK 不過他們已經連續幾天陰燭 對 連續第四天陰燭 去到差不多36元 我覺得你定一個指站位 大概是35.6 這個位置 接著50天 平均市就做指站了 我覺得你不會 購買的 也不會在高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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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會在40多元 這些位置 最理想的是 23元以下 之前我都說過 是一個入市時機 你現在去到現在 定一個指站位 35.6 這個位置 我覺得是值得 如果守得住的話 有機會再向上 暫時都是連沽了幾天 但是跌勢又不是很大 都是陰跌 調整到36.6 調整到4%左右 四天加起來差不多 所以來說 36.6做一個指站 如果觀眾是高位置 有貨的話 值得溝貨 還是拿著去扔 我畢竟都不會建議別人 尤其是 港股來說 我從來 現在 近年 都沒有溝貨 那麼齊 要不就斬了 要不就 要不就 任由它 那麼 溝貨越溝越大跌 港股來說 你說 美股man Tesla NVIDIA 任得你溝 是的 但是 你在說這些 香港 你不知道它沽到什麼時候 就好像你在說溝貨 你整個都可以溝貨 那些藥名 一跌十幾%是藍醜 李寧也是 也是 大隻股 也是同投之一 又是可以溝貨 所以 我都不建議大家溝貨 如果你高位 你買 假設你40元 現在 定一個35.6 這個位置 做止說 那 溝貨我就應該 不會 講過 設計溝貨 現在這個時候 另外 比亞迪 比亞迪 你怎麼看 也跌了很長一段時間 對 股神 沒有辦法 都要坐著 我都要 沒有辦法 現在去到差不多200元 這些位置 其實你講 上一季 賣成差不多 30 都70萬架 數字非常驚人 但是 老實說 明年來講 要它 例如它有突破 一些銷售數字 是困難的 因為內地來講 它的基數已經比較大 一季賣成70萬架 再上的空間 也不會很大 而且它也要減價 它的車款也要減價 毛利也有機會 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 你見到最近都是積弱 我都不會再加住 審查200元 看來都會稍微 如果要止賺 如果大家要止賺 如果大家要止賺 就再看看 之前的低位 大概196 這個位置 我都會做 應該會做止賺 再下 就會去到166 這些位置 絕對不出奇 雖然它現在的市盈率不是貴 只是20多倍 25倍 所以是17倍的預算市盈率 今年的預算市盈率 但是 相比Tesla Tesla貴成3倍 Tesla現在是60多倍 還在虧損 盈利是在下跌的 那沒有辦法 是不是跟人不同命 你是在港股 你是在港股 是自覺車 來內地 不是叫Tesla 是Iadi 所以說 200元就是200元 就是值200元 明年 這個情況 也不會很樂觀 基數很大 增加的幅度 也不會像以前那樣高生長 所以你看到 巴菲特 也是高位富貨 所以 也很麻煩 一旦去到260元 這些位置 便會離開 現在是不沽 會不會繼續沽 都成問題 因為最近都是弱弱小 所以我不建議 建議 如果想買的話 就先購買200元 現在不是很穩 很悲 經常想跳水 這隻股份 196元 希望他能守得住 否則都要止 剛剛我們談論 港股比較慘 Kelvin 你也比較看好一點 美股 趁有時間跟觀眾說一下美股 幾隻 大家都比較認同 Tesla 這是第一隻 第二隻是Microsoft 這些股份 其實現在還追上去 可以嗎 其實Tesla 我都叫人 在200元 買不到 不要緊 200元 又有機會上車 經常有機會上車 其實美股 你喜歡 幾次上車 幾次上車 之前在200元 也還行了一段時間 你看到 200元 就突破了 衝破了 246元 這個位置 就繼續走上 下一個高位 有機會就是 270元 270元 這些位置 我也有貨 這隻 先拿著 補貼 港股的損失 希望他可以幫我 先拿著 看270元 這些位置 不要輕易沽 我覺得美股永遠 都是沽 沽一半 Tesla 都是強勢的 沒有辦法 你看到 trend是好很多的 另一方面 Microsoft 是嗎? Microsoft Microsoft 的 Code 是 MS 我都不明白 MS MS FT OK 不好意思 突然之間 忘記了 股價已經高了 高位 378元 這些位置 當然現在先橫行一段格局 我經常都覺得 美股 港股一定會跟 如果美股跌 港股一定會跟跌 如果美股升 港股就未必會跟升 買回一些強勢股 這隻都是強勢股 其實美股有很多選擇 你不買這隻可以買AMD AMD也是挺不錯的 AMD很強的 AMD這期努力也挺強的 超微負貨 你升賞了100元 好像沒有頂用 最近還要在高位做的 這隻東西不是開玩笑的 之前清穿了120多元 這個位置就繼續走上 還保持強勢 140元這些位置 始終有資金流 那些芯片股要跌下來 就非常困難 NVIDIA 更強 去到500元 有空有500元 但500元有少少三頂 我都可能在500元這些位置 會沽一沽一點 他都差不多 去到這些位置 之前美國佬禁止買一些芯片 比中國 華爾奇、阿里巴巴、阿里巴巴、百度 之前阿里巴巴分拆失敗 都說沒有芯片 這樣也可以 對阿里巴巴的股價也有影響 因為現在是8倍的市盈率 你買了2、3年後的發展 預計到2025年 市盈率才有機會跌回 20-30元左右 但如果芯片不是給中國人 有機會達不到他們的目標 看看會不會賣給其他國家 暫時都未見到相關 因為他們的Premium是有的 你賣給我 你一賣給我 真的可以賣 還跟他們說價 所以NVIDIA 都要看回政策的免日 如果政策免日 有機會影響到 將來的基本因素 以及收入的影響 所以NVIDIA 去到500元這些位置 有機會行人止暴 看看有機會突破 我也會在那些位置走 500元就是頂位 如果觀眾未有貨 建議他們回到什麼位置 400元就差不多了 現在正在走少少的範圍 是 跌不到去400元 之前也有過 400元 升了去500元 跌回到400元 現在跌回到400元 也很困難 除非基本因素有大的改變 如果不是的話 都是在450元 如果它真的跌回到4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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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大家可以繼續加注 反而是一個機會 反而是一個機會 所以不是低端的新片可以做到 所以你看到 阿里巴巴不能分拆上市 即是阿里雲 也不能分拆上市 不夠晶片 軟件可以做到 但是硬件 都配合不到整個體系去發展 所以英偉達始終都有這樣的優勢 沒有什麼東西可以代替它 美股始終都是這麼奇的強勢 其實都挺悲慘的 全世界只有港股和A股 比較弱勢 日股、印度股市、印度股市 印度 全部都是相當之好的 我們唯有寄莫下年 即是希望下年港股可以強勢歸來 那今集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很多謝Kelvin 和不適大使的走勢 以及解答關於這個問題 那接下來是聖誕 我們祝Kelvin聖誕節快樂 我們有機會 即是我們下年 才再和Kelvin見面 Kelvin我們下年見 好 拜拜